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liber车行的主页一起浏览了一下 大概主页会为我们提供哪些服务还有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再一次请到了可爱的Shirley 一起为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一些车行提供的服务 还有一些特别的像是贷款业务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好吗 还是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们好 好的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进入正题 首先还是回到了我们官网GLV.co.nz 然后现在就教大家怎么样去选车 只要你们看到这边有一个Find my next car 点一下 然后它就会带我们去到我们的这一个页面 就是现在有在特价的车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边筛选一下 要找什么东西 找什么样的细节 对 我们看到还有颜色那些的选择 对 然后比如说打一个比方 我们可以这边点一下 找一下Toyota的保姆车 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很喜欢就是买那个Alpha Wellfire的保姆车 就是容量就蛮大的 适合一家大小还有这个闺蜜的出游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讲到这个车型 是的 然后在这边选一下Alpha 它就会出现我们在这个日本也好 新西兰的或者是正在准备运输过来的车 在这边上面可以选一下 就是从最低价位开始或者是最新的年份开始 对 就是你想要选择从年份的新旧 然后或者是一些车型的新旧 都可以从这个上面选择 是的 然后就打个比方现在我已经开始选了 就是年份最新的Alpha 你可以看到价位都很好 对 在我们公司呢 这个Alpha这个车是卖的是挺便宜的 嗯 卖的也比较不错 对 然后呢 如果点一下这一个车 哇 我看到了这个就具体的细节图了 是的 然后呢 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图片 甚至是内饰 嗯 对 全部照片我们都会提供给客人 对 而且感觉还是每一个细节都有涉猎到 我看到了 是的 嗯 然后在晚下呢 因为毕竟提到客人比较担心 不知道在日本的车呢 就是车款怎么样 对 安全性能或者是车的一些就是有没有撞击过的痕迹 是的 嗯 在这边呢 都可以看到点一下这个Inspection Reports 它就会出现了这个车的评级 哦 报告它算是一个安全等级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算是 是的 它有车款的报告 嗯 因为在这边呢 它可以看到Exterior Grade 也就是外观是哪A Interior是哪B 也就是说它有分一个室外室内的这个报告 然后我们的这个分数呢 最高分也就是SS 也是最好的那个分数 是 对 就相当于拍卖的五分车 嗯 然后SABC 嗯 所以说A型算是还不错的了 是非常不错了 非常不错了 对 对二手车辆来说 是的 嗯 因为对我们公司来说呢 做那个检测也特别的严格 嗯 对 之前在节目当中 第一集的节目就跟大家讲了 哇 真的是那个从日本运回来 然后到这边的检测 真的是层层把关 是的 嗯 而且在这边我也想补充一下 就是很多客人并不知道呢 Galibur其实在日本呢 是有很多很多店 有没有六百家店 嗯 所以呢 在我们官网看到的都是所有六百家的库存 对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在那边选了车之后 然后运过来新西兰 你们就是直接是跟我们拿车 并没有透过那个中间商 是的 中间商 对 所以我们并没有从拍卖拿车 相反的我们是他们的供应商 嗯 嗯 因为在上面呢 你们可以看到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到的是 下面还有提供的一些服务呢 对 还有一个就是呢 客人可以在这里也直接点一下 然后填上你们的信息 我们就有同事会给你们联系打电话 嗯 或者是你们也可以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你们要试驾约一个时间 嗯 然后过后 嗯 上周有提到了15天的一个试驾 是的 嗯 嗯 好 那么这算是车辆的一个具体的 嗯 如何进行网站上购买或者是试驾的操作 嗯 然后接下来呢 是关于贷款 因为呢 可能有一些人也不知道就是买车其实也可以贷款 嗯 无论是买一个5000块的车或者是5万块的车都可以 嗯 对 所以是咱们车行是提供这个服务的 是的 嗯 在这边呢 就呃 客人可以直接点一下Apply for Finance 嗯 然后呢 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车的价格 然后可以选一下要做零首付 10%的首付 哦 它其实首付是可以跟你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选择的 是的 嗯 我看到有10% 20% 30% 没错 然后比如说是要走零首付的话 就要全贷款 它就已经给你直接结算出来 用5年的时间 你每一周是产还284块78这样子 哦 对 所以这一个呢 就很方便 客人可以及时就是看到他每一周要还多少钱 嗯 而且我觉得也算是 我就给现在的一个很多想买车的年轻人提供了一项便利 没错 其实我们这里也可以做学生贷款 工签贷款 还有那个PL的贷款 嗯 好 所以说这个算是车辆的一个贷款的一个细节 是的 然后如果要更详细的话 就得点一下那个 然后填上资料 我们就会有同事给你们联系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在线客服就会就是马上给你打电话 没错 嗯 那么所以说今天我们是讲到了 具体怎么样买车的一些或者是预约试价的一些细节 还有一个呢是讲到了有关于贷款的一些提供的一些服务 是的 对的 那么这个特别感谢Slee为我们提供的这一系列的讲解 那么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期待你更加精彩和更加详细的讲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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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越野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 一种品牌的越野车各有千秋 上岩石下泥坎 差速锁 附油箱 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 每款车呢都能够带您去体验翻山越岭的乐趣 但是事后能不出问题省心带您回来的只有丰田普拉多了 自1990年上市以来 普拉多一直承载着结实耐用 越野能力好的光环 不但被联合国维和部队大量采用 甚至是受到了不少国家武装分子的青睐 第四代 丰田普拉多2009年上市销售 主要配备的是2.7升汽油发动机 最大攻略是120千瓦 最大扭矩是246牛米 搭载4速或6速自动变速箱 针对某些市场的版本提供150升的特大油箱 以应付长途跋涉补给站稀少的特殊环境因素 因为设计初衷不是豪华SUV 所以内饰呢略显朴实 硬塑料材料的大量使用 极简风格的音响娱乐系统 单一的配色无不透露出实用越野车的气息 质朴的内部空间换来的是大容量 全车提供三排座位 第三排座位呢可直接折叠翻倒 第二排座位呢也具备放平 以控出更大的装载空间的能力 厚实的265毫米宽尺寸的轮胎 提供良好的抓地性能 同时呢照顾乘客的舒适感 215毫米的离地高度保证了一定的涉水能力 兼顾耐用保养简单的普拉多 在中国二手车市场享有盛誉 也为它带来接近神话般的保值率 索性啊新西兰二手车市场上的普拉多 价格稳定的多物超所值哦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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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完